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晚了 店都关门了 他能到哪儿去啊 就因为太晚才危险嘛 现在是七月鬼节 路上很多那种玩意的嘛 他曾经被鬼骚扰 我早说过这样 你小心点 光我说 大爷大头广 波拉音不是故意的嘛 所有的女人看到漂亮衣服 当然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啦 也许小芙蓉跟那个小四眼 去月光下散步了 又或者到海边去散步了呢 就是那个四眼天机不好 他居心不良 不知道想干什么 还是不等了 我下楼去找他 喂 干什么 餐厅的人说他走了 你也跑出去干什么嘛 就是啊 可能小芙蓉在回来的路上啊 是啊 这样出去有个屁用啊 一会儿他回来又要等你 哎呀 坐下等一会儿嘛 别出去 坐下 你能不能感应到这里 有没有鬼啊 没有了 你把伞打开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让我谢谢就没事了 原来你就是故事里面的小芙蓉 我没有吓着你吧 其实有什么好怕呢 我是个鬼呀 我早晚会跟你一样的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人终究要死的 所以有一天我也会变鬼嘛 我以前老在想 到底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你还这么年轻 事事很难预料的 你还不是很年轻就走了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生死有命 没办法的 对了 我怎么做才能帮你找到你三哥呀 人家说过 如果前世有缘的话 晋升还会再聚在一起的 有没有留意你身边的人呢 不会是他 晚事不等了 我要下楼找他 喂 大队广啊 大队广啊 干什么啊 你到哪儿去找啊 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我 喂 你用得着那么紧张吗 再怎么说他也是个鬼啊 鬼也怎么样 鬼也会出事的嘛 他胆子又小 现在路上都是些恶鬼和色鬼 他怎么能应付啊 那你出去也应付不了啊 你这边会有危险呢 你不要那么急了 再等一会儿啦 怎么等啊 小舅魔 我不等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你们别管我 我走了 喂 喂 喂 大头广怎么了 很少用这种语气跟你说话的 你怎么还像跟木头一样站着 不一块儿去找 去吧 小芙蓉呢 不用担心 他在伞里面 小芙蓉 我是大头广 快点出来啊 广哥 你跑哪儿去了 我们一家担心死了 我和车先生在一起吗 他带你到那儿去了 他 他有没有 你告诉我 我给你出头 你胡说什么嘛 刚才我们走着走着 碰上了色鬼啊 幸亏车先生救了我 我才没事的 真的 嗯 怎么那么晚啊 我们找不到车子嘛 真不好意思 叫你这么担心 都是我不好 这个不用说了 当然是你不好了 难道我不好啊 也不会是小芙蓉不好啊 对不对 哎 算了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们走了啊 在路上很危险 你啊 不应该到处乱跑的啊 阿广 那我不是说会找到他吗 老实说吧 你们三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 我看早去了 还叫什么广昌龙啊 这样吧 让我带你们广昌龙家骨 以后就改名叫做车昌龙 怎么样 你们觉得好不好听啊 当然好听了 好听 车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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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也舒服多了 是吗 车先生 广昌龙是家父一手创意的 我们两兄弟真的不想外人插手打理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呢 车先生 请你给我们十天的时间考虑一下 到处答复你 为我 天天 十天是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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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告诉你 我这个人可没什么内心 如果十天之后还推三主四的 我要你们陆家没人 我要你们陆家没人 到底有没有温习功课呀 一个星期学两个英文字母都不会 你将来怎么找事做呀 我 懂英文又如何 你英文很棒啊 还不知道帮我们打工啊 说得对啊 你一个月才十几块工钱 我们零用钱都比你多啊 学英文不是浪费时间吗 就是啊 老爷 老爷 二爷 张老师 补习完了 陆先生 我不干了 为什么 可能是我不适合 我真的无能为力 对不起 我走了 张老师 我走了 别再碰我了 你们开心了 王老师弃走了 干我们什么事啊 你还说啊你 你一年换十个老师 读了三年英文了 二十六个字母还没有学会 你看那像什么 见着像对废物 我是废物 你也是废物啊 你 大哥 你怎么打二十岁 真是 你闭嘴你 大哥 他们都是孩子 不听话你慢慢地教他们吧 他这孩子 二十多岁了 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 都是你不好啊 你就会维护他们 把他们全惯坏了 就只会花钱和玩 如果家里没钱啊 你早做臭腰饭的了你 又不是我不做事 是你不让我做吗 好啊 你出去找工作给我看看 我 工作做的事啊 我还会找不到吗 季华 好啊 清阳 怎么还不走啊 不敢出去啊 我走 我以后阴谋都不花你的 不要 小华 小华 不要管他啊 你看你有毛病啊 一回家把儿子赶走了 妈 那如果在外面出了事 怎么办呢 他不出去受点苦 这个婚纯会学乖吗 不好意思 你们是不是请杂工啊 你做啊 是啊 是啊 工钱很少的 一个月三十块 你做过了没有啊 我做过了 我很有经验的啊 洗衣服啦 煮饭啦 扫地啦 清洁啦 我什么都会做的 真的假的 看你干干净净 又瘦又小的 做少爷还合适点 算了算了算了 在我那儿啊 要扮要扛的 大伙把你做死了 更麻烦 你去别家吧 我 不好意思啊 走了 喂喂喂 哪个机会都不给我啊 便宜点吧 二十五块一个月 二十块新了吧 喂喂喂喂 你叫吧 波二架十五块好不好 哎 贵叔跑哪儿去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老板娘 哎 你扫了半个钟头来 还有这么多垃圾 慢工出细活吧 不是细活 是不活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扫了 你到那边去 帮我拉一排椅子出来 大伙给你个地址 你帮我送去地址 怎么样啊 行不行啊 行 什么不行啊 小心啊 小心啊 哎呀 咋把我眼睛弄坏了 没事 小心点 没事 各位不用担心 恐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大家不妨回到位子上 做自己的事情吧 大伙儿啊 小心点儿吧 快点做事了 喂 喂 喂 拉起来啊 刚刚地震啊 贵叔啊 你到哪儿去 去两个小时啊 我出去吃饭嘛 吃完饭碰上两个邻居 那么坐下来就聊几句 说说故事啊 说故事 你真当自己是波音皇帝 阿华 老板娘 那 这个就是贵叔 他是阿华 新来的 待会儿你带着他把椅子送去立即了 你怎么搞的啊 走快点啊 不行啊 怪叔 撑不住了啊 不要掉啊 不行了 怪叔 你掉就散开了 哎呀 我叫你不要掉嘛 那年轻人真是没出息 一点东西都拿不稳 我 我 口上可说 你看看这条路 是斜坡 这些椅子 也真的蛮重的 路很斜 我不是也上来了吗 椅子我没有拿吗 有多重啊 一张才几两 六张才不到两斤 根本就是你没用啊 不是啊 怪叔 再撤下去 我知道你会死啊 你帮个忙 帮我拿一半行不行啊 你可曾看过皇帝帮别人拿东西 怪叔 怪叔啊 什么啊 这好了 你帮我拿一点 我送点东西给你啊 真的假的 是 是这样的 我有个亲戚 在银行做事 八十多岁了 他老板看他这么拼命 就送了个手表给他 后来他送给我了 你何用 拿去吧 那我不客气了啊 嗯 三六九终于看开了啊 请看电影 你笨不笨 我看电影用得着花钱买门票吗 我指指指服啊就要门票送了 对不对 大姐 我们俩好姐弟啊 三张票里面呢有你一张 哎呀我才不要啊 叫我在心院里坐几个小时 坐得腰都直不起来 我才不去呢 不领情啊 我今天晚上也没空啊 工厂要加班 那你干脆加广哥阿姨去看吧 真是 不行 我有个姐妹生孩子 我得去看她 你们自己去吧 嗯 我身上有胡扯吗 请你们看电影 你们通通都不给面子 没关系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他们不陪你去看 小芙蓉 我跟你陪三六九 一起看电影店 走走走 我不能去啊 为什么 我说小芙蓉啊 你不要老是这个样子嘛 只想着个三少爷 嗯 做鬼跟做人一样的嘛 你应该豁出去 洒脱一点 看开一点 嗯对 你现在没找到啊 并不代表以后找不到的嘛 老是漫漫不乐的 当心奔出病了来啊 你知道吗 哎 出去散散心嘛 那部电影很适合你看的 叫做厉鬼恩仇 保证你看完舍不得走啊 我不是不想看 我是不敢上街啊 为什么 嗯 现在是七月节啊 在路上呢 有很多鬼 好恐怖的 你怕什么呀你 七月节是你们的新年啊 要不需要你给红包 你怕什么呀 嗯 你不明白啊 有很多鬼的样子 好恶心啊 有多恶心啊 会比他恶心 哎 走了 我们一起看电影去 说不定看着看着 碰上你的三少爷呢 我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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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啊 鬼啊 你就是鬼吗 好有鬼来看电影啊 你看呢 喂 你们满头打汗啊 照亮了 怎么这么冷啊 吓到了啊 吓到了 快快到厕所擦把汗吧 也好 怕低点 你挡着人家看电影了 你等我啊 喂 喂 上一次看到的迷雾一样 结果不知道就没事了啊 对不对 小副手啊 你可以看见他们 你回头看看有没有跟出来 我 有没有跟出来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他们没有跟出来 我说过不用怕嘛 刚刚下流要死了真是 在前面啊 三六九 三六九 我想杀尿 我不想杀 可是我裤子全都湿了 光哥 好 好怕啊 不用怕 我 我腿软了 你是个鬼 不用脚都可以了 软了的你鬼 别浪费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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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管哥 不要碰我 不用怕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鬼怕鬼零分 不该头发尖尹疼 佛光在西 弄清清啊 你老婆教的 啊 小芙蓉 救命啊 快走 别怕 有主的你们给我出来 我把你们打的 魂飞魄尸 好啊 好啊 哎呀 快看 三六九 哎呀 管哥 救命啊 小芙蓉 小芙蓉 臭小的 我敢插手啊 管哥 不 救命啊 救命啊 来 不要啊 救命啊 不要 不要 救命啊 管哥 啊 你怎么样啊 哼 你那么神气 我就上你身 玩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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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就美 可惜叫人 抬回来的 不过大头广呢 确实保持风度啊 光说不练啊 有一套 三六九啊 到底怎么样啊 怎么样 来 我告诉你啊 他们 就这样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一扫一招 拨起头发 浮光出现 就这样了 然后呢 护着小布朗了 后面 你们这群色鬼 有种了 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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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啊 再来 那群色鬼真的现身了 然后听到大头广 大喊一声 吃大叫一声 叫什么 然后就没声了 大哥 真是没有出息啊 早知道有好心看 我就不加班了 阿广啊 这是想救小芙蓉吗 虽然做不到 也算有心了 其实小芙蓉真了不起 小芙蓉当时很害怕 可是她拼了命 扑向一群色鬼 然后拼了命地 救大头广 你们懂什么呀 其实我是一片苦心的 你们都不了解大头广 不了解什么 我 我根本全是为了她 你们老是听三六九的胡说八道 你们问问小芙蓉吗 如果我不是这样 她会那么大胆 她能重施自信吗 对不对 我多好啊 出了丑还死撑 我什么死撑啊 我跟小芙蓉是好朋友吗 对不对 我们当她是一家人吗 对不对 她威风 就是我大头广威风 她好 我大头广也好 对不对 你们啊 真不知道是不是我一家人 都不了解我 叫舅母啊 都不了解大头广 算了吧 下班 下班到现在 肚子饿了 女儿 下楼吃宵夜去 我不吃了 我喝饱了 你们自己去吃吧 那你帮忙煮啊 女人心海底震 她又怎么了 你女儿 她上火了 煮苦茶给她喝吧 谁呀 三六九 什么呀 三六九 谁呀 你找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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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呀 喂 你找谁呀 小芙蓉小姐 是不是坐在这儿 她 谁找小芙蓉啊 哦 是我们少爷 车达傅先生呢 叫我来传过话 他说他想见见 小芙蓉小姐 嘿嘿 这个四眼田鸡 无缘无故 干嘛找小芙蓉啊 哦 我跟他说过 三哥的事情 也许他有消息吧 我这几天到处找 只能找到一点点资料 你看看 原来丹丹丰小姐在广州 曾经被人毁容 你说会不会是丹丰在广州 遇上陆运广 然后他们发生争执 所以丹丰要向你报仇呢 不会的 三哥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 如果他遇上丹丰小姐 他一定不会瞒着我 可惜我找遍这么多年的报纸 都找不到丹丰的其他资料 一天找不到永远都是凭空想象 只是瞎猜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再追究 到底是谁害死我们两个 人都已经死了 什么恩恩怨怨都算了 我现在只想找到三哥 小副总 因为想过陆运广可能已经投胎做人了 他这一生也许一点都不好 他可能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 我不管他变成什么人 只要他还是三哥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车先生 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 为什么你肯这样帮我 其实我在听鬼故事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陆运广很幸福 直到我遇上你 老实跟你说 我真的很羡慕他 我一直都认为人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而你们两个 可以留下一段这么深刻的感情 实在很难得 我想我将来死了之后 要找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情在混混 走吧 上海银号这个经理真不错 又肯支持我们 在我收购了广昌龙的股权之后 我们再把它扩张 真的 好消息 赶快去告诉大哥 爸 如果大哥知道我们把生意转回正行 一定会很开心 开心 开心 儿子 有好消息 儿子 父子 父子上床 父子上床 儿子 你不要吓爸爸 小心哪 哥 儿子 儿子你怎么样 儿子 叫医生 叫医生啊 什么事 叫医生 叫医生啊 儿子 儿子 醒醒 你不要吓爸爸 我们三父子还要做生意呢 三父子做正常生意 听到没有啊 哥你邪静啊 儿子 哥 没事 你没事了 爸爸知道你一定没事的 这次真是谢谢三位了 别客气 昌少爷既然开口 就算赴唐蹈火 我们也在所不辞 对啊 谢谢 放心吧 这件事我们会替你摆停的 对啊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吃了碗 人马不少啊 怎么 做大买卖啊 唱歌真瞧得起啊 程先生 我给您介绍 剑书 东书 不必了 十天限期已经过了 考虑好了吗 这位就是车老板吧 幸会幸会啊 我们大家都是行家 不过你猜马交是做私帮 我们是 闭上嘴老头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我不是问你 我不是问你 怎么样 程哥 股份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肯就合作 不肯就拉倒 你不要敬酒不吃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在马交你老大 在这里可是轮不到你 去了 板生啊 你不要以为在这里做正行生意那么容易啊 其实很难啊 这里治安不好 人事又复杂 要是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人啊 当心吃不了刀着走 是吗 我们大家都是吃江湖饭的 以和为贵才对嘛 来 不要说那么多 来来来来 喝杯茶交个朋友 来来来 喝 喝茶喝茶 好 好 好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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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胡啊 什么事 小伯比 什么事什么吵啊 过来过来过来 咱们香港治安这么差 什么差 怎么会呢 就算差 有我伯比找着 也不会查到哪里去 那太好了 我以后改行做正经生意可以放心了 你怎么了 跟人家打架 不是不是 刚才那个地上有水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碰到头了 没事 没事 两位陆先生 现在广长龙的股权呢 没问题了吧 那你们不说话就当答应了 那就这么决定了 小伯比 今天刚好碰上 我们去吃牛排 好 好 好 走吧 什么事啊 扎了根刺嘛 我帮你挑出来 你挑出来 你有什么 用针啊 非常简单啊 把皮弄开就可以挑出来了 来 不痛的 你快点 好啊 用不着害怕 很快就好的 不会痛的来 我不是怕 脱就断手的事我都试过了 不过老板娘说要赶货 别浪费时间 挑了啊 多这个篮子比较好 阿华 这是不是你织的 是啊 你看织的像个什么样子嘛 织的乱七八糟的 哪有人这样织的 左一条横一条 中间要打交叉的嘛 你完全不对啊 小舅母啊 刚刚才学都是这样子的 不会织没关系 不要告诉我说会织嘛 那现在你把它要拆掉 真是瞎搅和 什么都不会 早知道别贪便宜 请你了 不要吃 不要吃了 进去帮我把厕所给洗干净了 哦 有人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都不看就推门 好臭啊 拖地算了 看一看 你洗地还是给我洗脚啊 不好意思啊 桂叔 不好意思 老婆 桂叔急着上大号 先洗洗这里 谢谢 哦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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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叔啊 今天呢 好大的太阳啊 实在啊 哇 热的啊 你觉不觉得 哦 哦 连鱼都没有啊 哇 啊 你真的假的啊 啊 你有金表 有金链子 真的假的 哦 其实呢 我是有个亲戚 他啊 我知道 你的亲戚呢是在银楼做事 对不对 后来呢 他年纪大了要退休了 对不对 他老板对他很好 就送他金链子带回家 对不对 那么他不太适合戴金链子 对不对啊 哎呀 所以就送给你戴了 对不对 哎呀 桂叔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啊 了不起 一点点了 啊 桂叔啊 其实呢 我是 不是很爱戴金链子 之前的东西 我怎么受得起啊 可是这个 粗重的公司 你做不习惯 桂叔替你做吧 哎呀 谢谢 桂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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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实在 哎呀 阿天自己盛饭快点啊 快点啊 啊这样 待会儿吃完饭呢 你带着阿华 把货送出去啊 吃吃吃啊 哎哎 什么菜啊 哎 有什么菜啊 啊 快点快点 哎 你这样的便当饭盒啊 能盛多少菜 哇 不用管它了 你拿鲍鱼下饭哪 啊 还有干杯啊 来来来来 让来让 过去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 哇 是什么事啊 让开让开让开 嗯 哇 哇 哇 干杯比我大拇指还粗啊 不止啊 你看看 那只鲍鱼啊 差点比我手掌还大呢 好点 不止啊 这些菜啊 要一个月的薪水啊 你这样把它吃掉啊 嗯 真是过去 不是 我有个亲戚 哎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有个亲戚呢 还在酒家做事对不对 嗯 那么呢 他快要退休了 他老板呢 他非常照顾他 对不对 所以就包了点正菜给他 叫他拿回家去吃 对不对 啊 啊 你这个也错 对对对对 就是这么简单 嘿嘿嘿嘿 各位不要客气 你拿过去一起吃吧 哎呀 哎呀 你也不客气了啊 我呆 你也不客气了啊 我呆 那太好了 快点把东西拿回工厂 再跑一趟吧 我们进去喝杯荷兰水再说吧 你的样子好像都已经中暑了 怎么你有亲戚在这里坐吗 那个老板又很照顾你 随便你吃啊 不是 不是那干嘛到这里啊 你知不知道这里的东西很贵的 你随便喝一杯东西啊 就是你几天的工钱啊 是吗 是吗 你这个家伙奇奇怪怪的 我早就看出来你有事情瞒着我们 你到底是什么人 快点从事叫来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啊 还没有 吃的是鲍鱼干贝 走两步要喝荷兰水 扎到手指头要看医生 你快点说 有什么瞒着我 没了 过了 快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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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说 还不是得说出来 早点说就迷失了吗 原来你是广唱龙的大少爷啊 怎么这样啊 含着金钥匙出身 还要到我们工厂打工啊 我要回去告诉小舅 不要 你告诉他 他一定把我赶走的 我有个哥哥在广唱龙 做掌柜的助手啊 万一让你爸爸知道 我们收留你啊 会害得我哥被人赶走的 你算我求求你吧 帮帮保守这个秘密 我当你是朋友才告诉你的 你不会这样对朋友吧 你知道的 我爸常常骂我 比我学英文 学猪算 我没有那根筋嘛 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不过话说回来 我做别的事也行啊 行行出状元嘛 那那那 我在你们工厂也算是做了几天了 虽然算不上教 非常的精明 可是有条有理 肯拼肯做的嘛 搞不懂老爸 为什么老是针对我 一看到我就骂 你说他是不是不对啊 那倒不是啊 我觉得你爸爸骂你 骂得很对 我以为这个世界 只有我妈和你对我好 没想到连你都这样对我 是事实嘛 你看看你啊 又瘦又弱 食指不沾阳春水 连扎了根刺啊 都说要去看医生 你这个样子啊 老像个孩子一样 怎么出头呢 谁说的 我没想过一定要看医生啊 不过我是不想麻烦你 今天晚上自己挑嘛 你还说自己挑 那你快点挑吧 那根刺啊扎到肉里面了 然后跟那血管的 得得得得得得到心脏去啊 那么到时候啊 你的伤口全是浓啊 你的心脏跳一下 那根刺就扎你一下 到时候看你怎么死 没那么夸张吧 我骗你有鬼啊 把手拿出来 干嘛 怕 怕什么 醒了 就这么简单 你以为要怎么样 想什么啊 想得这么用心呢 没有 我在想你刚刚说的那根刺扎在手上 会从血管嘟嘟嘟进心脏 这种谎话都变得出来 我还以为有钱少爷没有脑袋会相信呢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你想感谢我救命之恩吗 那你以后呢 叫你亲戚留菜的时候啊 给我留一份 干什么事 干什么事啊 走开 走 走 放开我 快 救命啊 干什么 快 救命啊 救命啊 没事 干什么 干什么 别动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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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好花不常开 好金不常在 完了 大哥 完了 你才完了 广场龙的大少爷被人抓走了 我屁事 什么不关你的事啊 喂 大哥 不关我的事 关我什么事啊 这是他们家的事 你算货怎么那么快点回来了 小舅母啊 这次完了 广场龙的大少爷在我们那里打工啊 现在被人抓走了 什么 谁是广场龙的大少爷啊 就是新来的阿华 原来他是广场龙的大少爷啊 哎呀 哎呀 糟了糟了 阿广啊 怎么办呢 我们丢了人家的儿子啊 这怎么办啊 是啊 快点想办 快点想办啊 快点想办啊 那些匪托想要钱 我们也会想办法把计划救回来的 对啊 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不担心才怪 小华有气喘不能下刀的 没有消息是不是啊 哎呀 老爷啊 车老板来了 在客厅等您呢 车一停 车先生 喂 陆老板 大家光明 有什么事啊 没事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那我车一停虽然是个文化人 可是怎么想都不明白 所以专程来找陆老板研究一下 哈哈哈哈 昨天晚上我梦到你儿子被人家抓走了 又瘦又小 还要被人打 真可怜啊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把我小花抓走了 简直不是人哪 你你 老公啊 你想办法把儿子救出来啊 你不要吵了 你想怎么样 不光是这样啊 我今天下午呢又做了个梦 我梦到你女儿又被人家抓走了 哈哈哈哈 儿童也被人家抓走了 怎么会这样子啊 老爷 老爷不得了 刚才我陪小姐上街的时候 突然很多人冲过来 把小姐给抓走了 哈哈哈哈 我的梦居然会这么灵啊 但是这个老板 你别那么神气 我现在报警 报警 什么 报警 这个我可问我 我的好朋友洋人警司小波比 我问他说做个梦会不会犯法 他说不会啊 你这个混蛋 别碰我啊 你碰我一下 我就可以告你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又困了 不知道待会儿还会做什么梦 再见了 陆老板 别送了啊 来 王八蛋 你混蛋 老公啊 你快想办法 他这样就走了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吗 你把孩子们救出来再说好不好 大哥 我们认命吧 我们斗不过他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回来 就让他入股广成龙吧 对啊 大老板 只有人要紧啊 关你什么事 你凭什么那么多嘴啊 好了好了 不可以 广昌龙绝对不可以让车跃亭入股的 你说不让就不让吧小芙蓉 如果有那么简单 二老板就不用那么心烦了啊 啊 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吗 广昌龙是陆家的祖产 三个一生的心血 他花了很多心血 才从五家开到十五家 广昌龙绝对不可以让这种人入股的 话是这么说 人家门口又高 狗又凶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可是现在阿华被他们抓走了 不知道会发现什么血啊 对了 三六九哥 你是警察 你能不能告车跃亭绑架要挟呢 那有孰真做证人 那么他的诡计就不能得逞了 没用啊 行不行啊 我们警察局的警司跟他是好朋友 就算找到人质也告不了他 何况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 没错啊 可是我们不能让坏人这么霸道嘛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对付他 你别想了 人家有什么背景嘛 这么危险的事你不要去做啊 就不等于以卵击石不要管 哎呀 想管都管不了了 论人数呢不够他多 论狠又没他狠 别说是人了 连鬼都怕他呢 听到没有 对呀 那 他就是鬼啊 他就不怕他了 你是女鬼啊 对呀 我可以对付他 对呀 不过在大白天 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呀 没关系 白天有我嘛 对对对 你要大多管不用怕 你是鬼吗 我说了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要管 你也真是的 人家二老板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对呀 你不帮拉倒了 三六九你帮我啊 啊 你是警察啊 杀其他 你那有鬼气 刚刚好 我也要去啊 没得选啊 我来看 我来看 请 请 各位来宾 各位女士先生们 今天很感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签约仪式 今天我非常高兴 真的很高兴 以后 往昌龙会因为我车跃亭的加入而改名叫做车昌龙 今天更荣幸的就是邀请到九龙堂的警司小波比 Mr.波比 来做进程人 现在签约仪式开始 喂 是不是我在这里签个名字 以后广昌龙就叫做车昌龙 是的车先生 好 等一等 你不能签 车先生 干什么干什么 你做梦啊 你来干什么 快出去吧阿果 二老板 绝不能让他入股的 看我的 车月亭这个恶霸 他要强迫收购广昌龙 小芙蓉怎么样对付他呢 什么叫做鬼拍后脑呢 下一集就会知道了 你有没有去过一些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可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大头广在下一集就会有这种遭遇 而神秘莫测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这种人可以带来到肯定了 这种相似的感觉 你都会是因为 我给他带来的我们做一些 这种感觉 这种相似的感觉 我应该是否也会撒进来 我会给你走 还是否在哪里 我会给你送完 你和我吃那个 我会给你带来 我会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会给你带来